2018年3月14日,被誉为21世纪,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的霍金去世了,他给人类后背留下了许多的财富,像世人揭示了许多宇宙和黑洞的奥秘,但他最让人记住的确是那曾经的那些预言,曾经霍金五大预言,像我们展示了地球,以及人类未来的模样。 那么霍金预言实现过几次,霍金的预言成功了多少? 第一,2032年世界末日,霍金预言,在2032年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,人类会因为使用核武器,导致全球核污染,人类最终会灭亡,没有实现。 第二,2050年人类移民火星,霍金认为地球将会灭亡,人类想要生存下去,就需要在2050年的时候,开始进行移民,在火星上借到适应人类生活的家园,否则人类最终将会灭绝,没有实现。 第三,2100年人类将会进入外太空发现新人种,霍金预言在2100年的时候,人类已经具备了离开太阳系,以及银河系全面进入太空的实力,并且在其他的行星中,找到了新的人类,没有实现。 第四,2215年地球将会面临毁灭,霍金认为在2215年的时候,由于地球上的资源,已经被用完了人类将会因为资源枯禁而灭绝,没有实现。 第五,2600年地球将会变成火球,霍金预言在2600年的时候,地球上的温度会越来越高,最终变成一个大火球,没有实现。 可以看到,霍金的五大预言,目前没有一个是实现的,也因为它预言的时间跨度太大,最近的一个要到2032年才能揭晓答案,未来霍金的预言到底能否成功,成功了多少? 只有经过时间的验证了,而我们人类目前能做的,就是在保护地球的同时更好地去发展,避免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未来实现,导致人类灭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